我們要去產生 Argument 其實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怎麼樣呢 因為它是一個正列 我們後面 new 一個什麼呢 new 一個 string 然後呢 再帶進三個數字進去就可以了 這樣等同是怎麼樣 我們去設定 也就是傳參數 將來你再把這一行給註解掉就好了 OK 這樣也是一個方式的 不然的話 你每次都要去修改 尤其這一題 光要修改的編長很多個 所以你要去test的時候很不方便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Arg等於什麼 new 一個 string 然後呢 後面給三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們題目裡面第一個要求是什麼 判斷是否三個編長 就是是否傳入的是三個参數 那三個參數要怎麼判斷呢 如果Arg的什麼呢 lag 有沒有 它如果等於三的話 那表示是對的 不對的話呢 else 所以它會這邊 底下有個 else else 那就是輸出什麼 參數 什麼數量錯誤 然後呢 什麼三角形 總編長音有三個參數 那就秀出了 對不對 一負 什麼條件 下面是else 這個結構應該知道了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是True的話 如果是三邊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再來這個第一個就是 先判斷 它的編長是否有三邊 再來的話呢 取得三個三個參數 那我這邊的話呢 可以宣告什麼 宣告 三個變數ABC 那ABC的話呢 分別宣告為Double 所以在這邊宣告Double 三個 然後呢 利用後面的 這地方用Value of Double點Value of去接嘛 那因為有三個的話 分別 012 這是因為是一個陣列嘛 012然後丟給ABC OK 所以三邊就接到了 那三邊接到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一負 那 我們不是有好多個條件 對不對 這個對應到這個 這個輸出結果 那其實答案都在哪裡呢 講義 就是說在那個題目裡面都有 等邊三角形一負 A等於B 而且 B等於C 那你要怎麼寫呢 其實這個判斷是特別注意啊 就是A等於 那這邊記得用兩個 等於等於 AND連擊是AND AND 然後這樣的話就等於是什麼 第一個邏輯判斷 那輸出什麼結果呢 就是他給我們的輸出結果 對不對 應該就可以看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再來ALSIF 那第二個就是說怎麼 A平方 那 再來就 等腰三角形 再來是 應該是等腰直角形 如果第二個是等腰三角形 那也是一樣 A加 B 大於C 而且A等於B